Coco早餐 平心而论 好 平心而论 蔡世平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才还进来说我们发音间好冷 我刚刚吃了冰豆 我刚喝了一碗冰豆 因为我跟小金也是老朋友了 你舅舅是 徐主席 所以说认识很久了 所以你们俩很小就认识了 对啊 对啊 他跟着帮着大舅的时候 90年代的时候 你看一路下来 90年呢 对啊 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许姓后来在跟民党的关系 又不好 不好 后来离开 其实 那小金一直是民党员 对 然后他一直都在帮许主席 所以其实也是 不离不弃 对不离不弃 算是算是那个 算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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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忠诚的许姓的 许姓的唯一的少数的 许姓的忠诚分子 许姓就美丽岛系的 美丽岛系现在已经没了 当然现在全民党都变音系 就整个世代都在变嘛 就像你待会一天聊到 其实派系的变化也很大 你看看 曾几何时 也就是所谓的书系啊 谢系啊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然后新潮流啊 游戏啊 游戏 游戏 然后也又成几何时 现在英系最大了 英派 英派最大了 对 我想这很合理了 你跟民党讲什么系啊 什么 他们都说我们是英派 那 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讲 那个权代会 昨天的权力上的 这个变 变 就是变化了 那今天各报 当然提到就是 就是 谢系 这个瓦解 谢系瓦解的意思呢 就是 当然一般外界人 真的不太懂那么多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啊 民进党 民进党的中职委选举 那个配票 非常精细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 你看看吧 就那么多席 对 就那么多席 中职委要选出那样 你看那个 那样那样那样 三十席中职委 选十席中常委 你看要配到配到多 十席中常委 是票选中常委 因为其他中常委 是指定中常委 拼得很激烈嘛 拼得很 就选票啊什么的 据说到最后就是 就是两票 两票 两票 就是 因为你很简单 三十一席的中职委 那个派系的属性 基本上都很清楚了 对 所以谁大概可以拿多少 谁都可以估得到 那变数会在哪里呢 变数会在那个 比如举例子来讲 你比方说你三票 可以有一席的话 你很可能 比如五票的时候 那你上下这两票 对 就比较麻烦 就要跟别人合作 你就想要跟别人 要忠诚百合嘛 所以过去最好看的是 在看这个戏嘛 看民党的这个戏嘛 怎么变 对 那昨天当然就说 因为在中职委里面 这个新潮流戏 就有九席啊 那是比较多啊 那不管怎样 就是说 谢长廷的中职委 是赵天龄 跟那个管卑林 那应该是选 应该是新戏 再去跟别人合作的话 通常他们 要维持一席 他们过去通常会这样 他们会跟别人合作 就你多出来的一票 我可能跟你合 换一席 换一席 然后就表示派系在跨 或者是抽签 因为最后据说 昨天是 是所谓的海系 新系跟谢系 各两票 那可是最后新系 不被成为筹码 这个是 谢系不被成为筹码 对对 就是就是海派 跟这个所谓海派 这个是一个民党内部的称呼 就是就是林坤海先生 因为他是民进党党员 他的这个比较支持者 跟这个新系 各个两票 然后谢系也两票 可是谢系这两票 他去问新潮流 新潮流说 No no不用 然后去问海派 海派说不用不用 抽签算了 这意思很明白了 这意思就是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 谢系自己去处理 你自己去处理 对 不过我是觉得 那你觉得谢系人马将来要怎样 投靠花妈呀 我我我我这样看 哎 我这样讲 你刚讲的也部分也不是 不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谢系如果在高雄的人马 想要对于高雄市长有所琢磨的话 就必须跟花妈 那你那你跟陈菊的关系一定要很好 现在现在看起来也应该是蛮好的 咱们内部说花妈喜欢喜欢的是男生 都还算是跟那个跟那个 我想男生 对 好 这是第一个 但第二个呢 话说回来了 当然陈菊是不是完全可以完全主导 那也未必 陈菊背后也有他自己的力量的系统啊 所以我第一个说 新系对于高雄市 你说他没有没有人马 他没有他没有态度吗 我也不认为 但是问题是陈菊 菊姐也要看小英嘛 那当然了 当然了 这都想多少少 这都是互动嘛 所以 因为陈菊的下一步是什么 大家都大家都等他去行政院 你离开高雄市以后 难霸天以后 你一定要到中央来嘛 那可到中央来的位置是什么 说实在的 你固然有实力 使得党中央或者是蔡总统不能够忽略你 可是反过来讲 他给你什么样的位置 蔡总统也也可以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基本上来讲 蔡英文总统他 他是非常尊敬花妈 对对对 非常非常尊敬 事实上也花妈在高雄也经营得很好啊 对对对 你看那个选票选举看得出来吗 所以我觉得高雄市长 最后不是什么派系什么派系 当然他因为他有初选 也有民调 但是其实人选忽略出也好 或说暗中耕耘的也好 不出那几位嘛 对就是 不出那几位吧 可是我觉得成吉买机会更高 成吉买经营了很久啊 太久了 你要这样想要经营的很久 这个会期在国会上面的表现太好了 他经营的很久 当然就说你晓得这你也很难说 过去也不是没看过经营很久 到最后功亏一篑的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 这个就要鸭子划水 所以说很难说 因为你有时候大家都认为是你 那个排在二三四人 反而会联合起来 其实刘诗芳被认为是花妈的接班人 但是刘诗芳因为刚刚从高雄 选举回到国会 选到国会来 他会不会那么快 他的知名度啊等等 就说 他可能在高雄还不错了 但是全国知名度 我想他 因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高雄市的副市长了 现在最有趣的 其实民党内部的 这个权力的纵横拜合里面 高雄市长还有台南市长 那更强的 你知道赖清德的决定 也很重要啊 所以其实你知道的 很有意思 你从如果从蔡英文的角度来说的话 未来将来这两个重量 这两个南霸天很重要 南霸天怎么安排 这真不容易 因为两人时间是差不多 同时卸任 不他们两个人感情好吗 花妈跟赖清德因为 脱心潮流啊 可是你晓得 这种有时候很有趣的 你说你在讲起来 因为台湾不大嘛 你放在台南市长 跟高雄市长 如果你放到内阁去 如果只是放到 任何一个部会的话 你晓得 其实有时候 马上就 人就不见了 对对对 人就反而不见了 对啊 因为内阁就是一个团队了 对 所以那除非你是放到 内阁的上面 比如说副院长 或者是院长之类的 对不对 行政院长或副院长之类的 可是那个 我觉得有时候 又一千少一个问题 这两个人 到时候假如万一 你要放谁 然后谁会在上 谁会在下 他还是一个很麻烦 所以政治不好 回忆一下 以前大家觉得 朱立伦在桃园 说哄得不得了 你记不记得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放到副院长去 那时候是武敦一做院长 所以他就真的 被放到副院长 等于是要栽培他 等于要栽培他 对不对 要过个 结果栽培到最后 也不如人意 也没抢到总统位置 最后我才说 都很难说 你记不记得当年 在宜兰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黄黄雄监察委员 他多么的经营 那个地方的选举 最后还是输给了 那个当年的那个 陈定兰 对对 那从此以后 你看他几乎就在 宜兰的政坛 就等于 所以你晓得 为什么 有时候你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们这么在意 因为你上跟不上 差别多大 如果上了那个人 又比如像陈定兰 当年做到 他宜兰现场 一当上以后 你看就等于是 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了 所以你后来就完全 所以为什么 我就问那个民营党 很多人说 这些委员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都想选市长 说要政治 就是要做首长 这就是 民选首长 这就是当年丁守中 丁委员有一次 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在讲说 他为什么那时候 七年霸的时候 他为什么那么在意 想要当市长 台北市长 他说 他说当委员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东西 没错 你都可以建议 可是都是决定权 都在人家行政部门手上 所以你就算有很多的想法 别人会不会采纳 不知道 别人采纳了以后 会不会做到像你想的那样 百分之百能够贯彻 也不一定 所以有时候你就想 就会觉得 如果你做个首长 你就可以贯彻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做到首长 一定也有首长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讲高雄 高雄像花妈的这个 他的意向 可能对于民进党内部的 高雄市长的提名 其实是有影响的 那在高雄 恐怕民进党提名完 大概就是胜利 现在按照 现在的趋势 高雄跟台南 看起来都是这样 台南就赖清德 决定支持谁 赖清德本来支持 据说他跟叶宜金 比较好一点 不过听说赖清德 跟另外一位女生 好像不太好 所以 这里面就他们三个人 黄伟哲 叶宜金 跟陈廷飞 对不对 要看赖清德 最后的决定 他们做民调 做到几千份 所以我刚才就讲 这就是一个差别 因为尤其在南台湾跟高雄 南台湾 台南跟高雄 几乎民进党出现就出现了 对 那一出现 除非他出疲漏 否则的话就两任 两任就是八年 对呀 八年一下来 你晓得对其他的等着的 那个人来讲 就世代又换了 所以为什么在某些地方 民进党提名是这么重要的 他们要花全部的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有时候他们 争这个提名会拼到 对 外界会搞不太清楚 有点迷失我活 这个答案就这样 不过我觉得了 我们回到谢系 我长期的观察来看 我觉得谢系 最伤的是在什么时候 你知道 我觉得谢系当年是在 那个 你记不记得 在2008年之前 那次的立委选举 不是有那个 民党内杀到眼红吗 那时候谢系 不是常常用 被冠上很多新潮 新系人去吃了谢系 当年非常大的亏 所以我觉得那个恩怨 是很久的了 其实是已经很久的恩怨了 那到这个情况下来看的话 你的新系现在 说实在新系的茁壮 是一直都是在向下扎根的 他这个扎根是 是真的 党里面是眼红的 我们进一段广告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平心而论 8点33分17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coco早餐节目 昨天民进党的权代会 他的这个权力的部署资源的变化 其实就是我们当事人自己知道 好这个 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南海仲裁 这个事件之后 台湾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要表达某种程度的平衡 又要表达主权 其实已经很困难了 是很困难 我觉得蔡英文做的还不错了 你知道吗 其实要这样想 我觉得现在这个南海仲裁的 这个国际形势来看的话 就算是马政府在 也只能这样 你大概都一样是很困难 我们这样讲 我们这样讲其实是很公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有美国嘛 对啊 美国在美国想要在南海 牵制中国 这是一个很 大家都看到的事实 那你在这中间要 你是要当马前卒呢 还是想要保持一个中立呢 还是说你想要在中间 以大事小很难 所以你左右逢源 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思维都不容易 有些独派的人 特别是那种民运人 是说我们趁机会就倒向美国 然后把太平岛就送给这个 就不要了 然后就趁机会跟中国切割了 然后还说这是美国 你知道有 你有没有看了一些文章 说美国别有用心 希望促成台湾独立的 我觉得这样说法呢 你晓得在中国 美国跟台湾 日本 这个复杂的形式当中 任何一种推测 都可能出现一种 最乐观的想法 就是想当然而 对不对 你或者觉得说倒向中国 或者说倒向美国 我觉得都想当然而 但又很危险 在很多情况下 哪那么容易让你想当然而呢 而且我还有一点 我觉得我们看这个政治的发展 其实都是从长期来看 形势会变吗 你当年现在这个形势 怎么会是当年小不息反恐的时候 对中国的那种靠近 那种形势可以同时而言的 就表示说形势会变吗 你还不知道这后面的形势 将来再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 美中关系又怎么样变了 你不许是中国当局 第一就是这个仲裁 也没有叫中国大陆 一定要在他们那个什么 几个礁上的部署 要把它拆除吗 也没有说有拆除大队啊 违章建筑啊 我们那个联合国派驻军 去把你拆掉啊 因为国际 所以他形势胜于 这个具体的实质 就是在形势上 当然中国是被打了一巴掌 这是事实 但是又怎样 美国也国际海洋法公园 美国也没签呢 他又不是会员国 美国也没签呢 所以你晓得 对中国来讲的话 他也不是没有一个反击的 所以人家记者去问 他们白宫的发言人 你们不是会员国 你们是国际海洋法公约会员吗 所以 哦 no 不是 然后就讲不去 所以答案就很清楚了 对一个有霸权的 实义的国家来讲 条约 条约不是为我设的 对不对 条约不是限制我的 美国就觉得说 那个国际海洋法公约 是限制他了 限制他在全球的 这个国际警察的角色 所以他可以不要参加 对啊 然后他可以用 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的 他想用这个来签制 来签制他的敌人 对 所以我想中国当然也有 他自己的要负的责任了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说南海仲裁之后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台湾一定是走在一个 非常微妙的钢索上 既不能够太跟中国靠近 但是你也不可能偏得太远 对 那但是跟美国的关系 很清楚 美国当然现在是 把你当成一张牌 所以你也很清楚的知道 你需要美国这张牌 来保护你在他两岸 两岸关系中的某种优势 和地位 可是你也知道 你也不能完全靠过他 所以我想蔡英文是 是有为难的地方 还有一个内部 你对内部来讲 你哪一个 哪一个国家元首敢承担说 岛变焦 我的土地被人家拿走了 或被人家凶辱了 被他降格 这个 这没有人敢承担的 我觉得他不敢 你就算独派 你也不敢承担这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说 有少数独派 对 所以我认为他的难 会难在这个地方 真的会难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 他已经发挥到 他最大极致了 就是 当然会有一个考验 你刚路透社说 他登箭对美国人来讲 是破功 那个美国是不爽的 连他登箭都不让他去 人家 人家马英九 还到那个岛上去 马英九默契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大概蔡英文 最大的挑战 会在未来 为什么呢 假如南海这边 发生一些 稍微有雨拳纠纷 挑衅的动作 对 比如说菲律宾的渔船靠过去 对 我们这边有没有动作 然后我们的船被抓 又怎样 看你态度怎样 或者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驱离 你不驱离人家 那到处人家 亲门踏户了 那这边 你晓得 我们台湾内部 又有内部的问题 而且那个渔民 现在要到太平岛 去宣示我们的经济海域 对不对 那你政府态度怎样 对不对 没错 我是认为 其实至少 就是步步为瘾了 至少我个人认为 至少行政院长 应该去一趟太平岛吧 你讲的就是一个 就是操作的策略 不要升高紧张 OK 或者你 或者你在现在是属于 至少有一个相关的 主管的部位的首长 民进党政府 总要有一个态度 对不对 过去操作的时候 也可以让立法委员 立法院院长去 他的色彩降低 但他的象征性 你总要有一个画面 是民进党的执政的 当局的领导人 其实立法院院长 到那边去 代表民意也可能 那蔡英文虽然没有讲 U型线九段线 或十一段线 可是蔡英文 其实讲了南海 诸岛跟固有疆域 这个诸岛 他是说南海诸岛 包括太平岛 事实上 其实这一段话 北京的有心当局 是听进去了 这段话其实 对老共来讲 还蛮安全的 我觉得从 920之后 北京不是不了解 蔡英文不讲九二共识 但是那个意识 对啊 意识接近了 那他们到底在深深 我觉得是有 我觉得 但你知道的 这个差别还是在于说 那既然你已经到了九成了 你为什么不再多一点 你知道我这几天想 这个比喻是什么 我讲完你不要骂我 我一直说 人家蔡英文讲九二会谈 然后南海诸岛 我讲是一段线 这就很像 他愿意跟你同居了 他不要跟你结婚 然后你现在非要叫 我跟你结婚 你这个比喻就让我想到 我觉得有点像 你这个比喻就让我想到 我最近用类似的比喻 我以为你最近要 我说我最近在想到 类似的比喻 什么比喻呢 就是国民党党产 对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国民党党产的时候 他说那是假议题 对不对 我那时候就还想说 你知道国民党的 那些立院党团的人 一定很气 那外面是对 蓝友所期待的人 一定也很生气 为什么 这就像谈恋爱一样 你女的跟你说 那你保证 你要爱我一辈子 结果你就偏偏在那边说 你知道吗 我保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如果保证 万一翻天灾翻人祸 或者是 或者我们感情都会变化 那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 但人家就是要你 要你对这个党产 这个事情有个态度 对 那你态度就是告诉我说 你一定会处理的 一定会让他党产归零的 对不对 先要有保证 将来会怎么 实际上有什么困难 再说 你连个保证都不肯说 人民怎么相信 这有点像 蔡英文说九二会谈 不讲九二共识 就好像那个 一对恋人 那个人非要说 你要说你爱我 那他就觉得 我喜欢你 但是我为什么 一定要讲出我爱你呢 我的行动难道不是吗 然后双方就僵持不下 对 所以有时候政治 有时候你知道 有时候会在那个语词上面 有时候令人 有时候很烦 就烦在说 你一定要在乎那一个 那个term吗 那个term要讲得那么清楚吗 所以蔡英文应该唱 那个跟习近平唱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可是我必须说 但是我们就是讲不住 最后那个 可是我最近在外面 跑来跑去的 我还真是有感觉到 路客大量减少的压力 你看 是有啊 是有减少 你看我连续 我连续两个礼拜天 我连续两个礼拜天 在成品 成品少了很多的大路口音 空气比较走得动了吗 你看成品的业绩 有在调 是很明显的在调 这是真的 书店人都告诉我们 这是特别的 成品 因为非常多大路客 它是个点嘛 就是很明显的 国会纪念馆旁边的 那个游览车 以前都是十几步 二十步 现在大概五六步 然后有一个旅行业者 业者说他们过去 他们公司处理 他们有几家公司联合处理 每一个月可以有三千件的申请 现在只剩五百 你看差了多少 一下掉了 差不多有五分 五分之三到五分之四 很均匀吧 所以林泉政府说 他要开放这个东南亚 好几个国家免签啊 曼谷啊 那就是要加快这个速度 泰国啊 还有好几个国家免签 就是要加快这个速度 看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搭得上 第二个 他还是有他困难 你知道语言上的不同 在那个互动上啊 那个还是有他的困难度 不过政府当局应该就是说 也要注意到 就是说陆克当然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里面所造成的某些行业 特固定行业的落差了 对不对 业绩上的落差 直接冲击到 就是你怎么样 餐饮旅行观光 用别的方式来把它 自由行要放大 因为自由行的比率看起来还好 对 因为自由行它比较不受限 我还才了解 这个妹妹嘎嘎 他们说因为自由行的话 你申请的方式跟那个团 团体的是不太一样的 他还没有完全关门说 不准陆克来台湾 那就很奇怪 双方到底在僵持什么 这就是你不肯说爱我一辈子 然后我就不嫁给你 然后我就 我就冷战 这叫冷战 这很有趣 男女朋友之间 不觉得蔡英文 人家都 其实对蔡英文来讲 她也觉得很委屈 我已经讲到九二会谈 我已经讲到南海 诸岛固有疆域了 那你 那你 干嘛非跟我 非跟我 纠 可是谈恋 可是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这样 你都已经讲到这样了 你为什么不再多一点点 我也不说你爱我呢 那可能就是不能讲出来 那对蔡英文来讲 不能讲出来的最后那一条线 好那还有一种 在冷战的时候要记住 那就只好没事就送一点小礼物啦 橄榄枝啦 问候啦 这样就有可能会化 所以啦 就是我觉得双方 就是就是还在眨眼睛啦 缺乏那个 最后那个用用用一个橄榄枝 握手的那个橄榄枝 所以所以你晓得 我觉得有时候 我为什么看这种 我都觉得都要保留一种变化可能性 就是比如说万一发生什么样事件的时候 对 就是万一未来发生什么事件 双方都节制 那双方节制 而且户地橄榄枝 就很可能在那个关键点上就改善了 有可能 其实南海仲裁 这个蔡英文只是让大家觉得 他要不要登岛 这是对内处理上的 但是南海 南海这个问题 因为他牵扯到有外国的因素在 所以你知道的 这双方情绪就比较难 我现在讲的是说 纯粹两岸之间 两岸之间 因为还没发生 这个冲突 如果说 或者说不一定冲突 有时候你晓得 两岸不断地这样接触 总是有一些意外发生 代理人事件而已 你发生意外的事件的时候 我代理人那个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 因为代理人的事件 你还不能牵扯到国家 还没有办法牵到政府 我现在讲的是说 万一两岸之间 在交流上面 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意外事件的时候 那个意外事件 很可能就是 递橄榄枝的一个 很重要的机会 对了 但是要看 以前李登辉总统任内 发生千岛红事件 结果双方冰冻了多久 可是你看后来发生汶川的时候 台湾的善意 又不一样 那时候是马英九执政 所以我才说 这个东西要看 要看什么样的事情 当然也很麻烦的 发生一个总统大嘴巴 突然讲 这个一变异国 也很麻烦 不过蔡英文不会这样 这一点我觉得还不至于 蔡英文基本上还不至于 蔡英文还蛮稳健的 而且民进展现在看起来 因为他们都能体谅 鹰派当家的 那个基本的态度 所以他们对于 你可以看翻译 他们对于整个的 这个讲话的 这个语调上来讲 基本上都还是蛮小心的 特别是在两岸问题上 对对 他们都知道不能碰 因为这个是蔡英文说了算 那这个两岸之外 当然将来就什么拼内政了 我们进一段官 马上回来来看看 你刚刚讲到 不当党产的这个问题 国民党上礼拜五很成功啊 算成功吗 我们进广告 回过头来看 这个再怎么样 最后还是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啊 你刚回来 好 平心而论 蔡治平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好 你看这个上礼拜五 我看你跟这个林一华讨论 这个党产 他都认为党产应该处理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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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想得 我很早以前就注意到 他们很多的立委啊 或者是议员啊 他们其实你晓得 他们都觉得说 党产对他们有什么关系 那他们上礼拜五 在那搞什么 对他们选举的时候 所以立委党团 其实很早就就就 就跟党中央是不同态度 是党中央现在慢慢靠向 他到最后 他们逼迫 逼迫党团要抗争啊 党团要抗争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没有理由 我们在之前就讲过嘛 因为你用不当党产 这件事情 针对性真的很强 这个你必须承认 针对性强 然后要抗争一下 但是我也不认为国民党 现在的中央 现在的说法是服得了人的 因为理由很简单 第一个党产 当然不是假议题嘛 当然不是 第二个 你现在还有告诉大家说 还要照顾这么多的 什么党退职的党工 然后 你不看他最滑稽的是 他说要有党办公大楼 要六十亿 对对对对 你看到那个会不会很好笑 这些东西 你都要把它扣掉以后 那你想得 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觉得说 那这样的话 你不是还是有很多党产吗 对啊对啊 还是有几十亿的党产 对啊对啊 所以我就说 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还没办法觉悟一点 就是你到现在舍 没有办法舍 你就不可能将来有得 这个议题 如果 如果你想想想看 如果你是绿军的话 多开心啊 我就慢慢玩嘛 上个礼拜五 他们搞很久啊 搞到半夜十二点 所以我才说啊 用这个 你想想那件事情 你一方面来看 说国民党还蛮有战斗力的 对啊 可是这个战斗力 为什么不是转换成来 对于某些政策的你的不满 对于某些民意 期待的某些政策 民进党没有贴合民意的时候 你用这种方式来交土抗争 让人民看到了国民党的战斗力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结果你呢 抗争的结果是为了自己的 民产在那里交土逼争 其实假如我是民进党 我也不要做什么 我就把这些东西 给你一段一段剪出来 国民党真的很有战斗力 为了党财 可以做两百九十个什么时候 你晓得国民党就很糗了 我认为国民党正在 你晓得国民党的 我也听说了 国民党的立员党团里面 有很多人 也对这样的抗争方式是不满意的 因为认为说这样子搞 国民党 因为他必不费去立委签字啊 你怎么跟人民交代啊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 在这个上面做抗争是很蠢的 是很蠢的 因为他是不是一种超加灭门 要让人民的感受来 不是你自己讲 你不是你自己讲说 这是超加灭门 如果人民认为 这是超加灭门是应当的话 那又何不可 对不对 所以不是你国民党自己讲 这是不是超加灭门 还有我觉得对党中央来讲 你看前两天不传出说 吴敦义有可能有动作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党部的时候 洪主席的谈话 他们的说法竟然是 要竞争不要斗争 不是 这些人都是 极品 除了这些之外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栽培的 现在应该要为党产的问题 跳出来 他们想把它拉进来 你说洪秀书意思就是说 党产你要负典责 你们全部要拉进来 把你们全部都拉进来 一起 可是我认为了 国民党对党产问题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像刚刚讲的 你既然要爱这个人 爱这个土地 你就告诉大家 我党产通通不要了 对啊 依法处理 依法处理了 因为很简单 你就算怎么抗争 很简单 以现在民进党的优势 他一定 我就陪你玩嘛 三百四百个法案 我都一个一个给你表决完了 总有一天要表决到吧 我表决到之后 法案过了 你国民党就惨了 就收拾你 我们最后50秒请教你 吴敦已经说 下个月要有动作 说他要选党主席了 然后据说连胜文 要大大大请客 然后也要为付诸做准备 我看到媒体的报道 我不晓得这些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以现在红秀柱处理党产的态度 还有他现在几乎令不出党中央来看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里面有很焦虑 这是事实 这一定是 是希望吴敦毅出来 但是会不会是吴敦毅 但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传闻 因为这个传闻到现在为止 吴敦毅要有一天 他自己出来才能够证实 那你觉得连胜文付出呢 我只能叹一口气了 为什么 我只能叹一口气了 为什么不让丁手中来准备呢 如果说认为民营党或者是柯文哲做的不好 而就是连胜文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错误了 误判 那我只能叹一口气了 我只能替蓝军叹一口气了 好吧 那我们继续等待蓝军党产怎么样去处理 谢谢